我們現在來山西王城相府 清代名相,陳廷敬 不認識,沒有問題 康熙的老師,也不是很聰明 可能是幼稚園的 康熙字典,認識了吧 康熙字典總編輯,厲害了吧 認識了吧 這裏就是他的家 王城相府 開始進去 這裏就是漁書樓 大門口 五庭山村,這裏就是康熙的手筆 我現在就在漁書樓了 這裏就是康熙的手筆 這裏就是石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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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康熙三十八年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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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裏就是石牌坊 現在進上府了 這是點漢堂 點漢堂 全都是畫龍、雕鳳 普通一個門口都雕刻了這麼多東西 在點漢堂後面又有一些堂 但沒有說是甚麼堂 原來這間不是普通的商房 在康熙南巡的時候居住在這裏 這張牆是頂天立地的 康熙睡的 康熙南巡的時候居住在這裏 這裏就是她的行宮 出了康熙南巡的房間 靠左邊去了小姐院 這個小姐院就走了 這個就是小姐院 小姐院的裝飾 這裏就是菩提子 多子 小姐的龜房裏面 做針子 做呂控 我們現在出來東花園 那裏就是西花園 花園上面有個涼亭 這裡有個絲過室 就是這間絲過室 甚麼都沒有 很簡單 我們在絲過室去小姐院那邊 這裏就是東花園的水池 這裏就是小姐的房間 這裏就是小姐的房間 過了個涼亭 接著我們就上城樓了 上城樓 極目所望 哇 真是氣魄 說不大 官是官 跟山西那些雙古的巨雜 是完全不同的 是沒有得比的 是沒有得比的 那邊 也不是 那邊 那邊 我又嫌多粒 看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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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姐院那裏 這兩間就是小姐院了 小姐院那裏有兩頂 看上去挺漂亮的,看上去吧? 是啊,很漂亮啊 現在已經看到了 嘩,這麼大的屋子都更屈滿 我們在望河亭小休,吃點東西 這個黃城上府,是有城中城的 分為外城和內城 你看,在中間那裏有一個城樓的東西 那個就是分界的 我們現在站在這裏,就是外城來的 還未去到內城 我們現在就 躺在大牌坊小牌坊那裏 大牌坊小牌坊 我們現在就走向內城 內城就是陳廷勁的伯父陳昌賢 在崇禎六年起的 明朝末年就是盜賊四起 所以一定要做一個城來保護自己 我們現在在城樓上看下去 正好,我們就在大學師弟都要進去的 現在兜了來這邊 這個就是細牌坊 現在我們站的位置就是外城來的 接著我們在這裏上去內城 這個就是內城了 是明崇禎六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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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藏一千多人的 這個就是外城了 陳敬廷在康熙四十二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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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中道院 上面那個塔不知是甚麼來的 來的 在這裡出去了 這裏整個內城 跟著城牆裡就是外城了 噢,這邊還有一個花園 難道這個就是東花園 我们刚才那个就是西花园 好,我们现在开始环游内城 好,继续上 来到这里的灵魂国 加油啊 这个就是来圣 这个就是文昌国 供奉文昌帝君 现在一正二坐 内城外城 分界都很清楚了 这个就是文昌国 这条就是内外城的分界线了 好,继续走 就可以看到 这条东西是小姐丸 我们到咸现场 就是中间最高的 这条最高的 好像开平的雕楼和福建的土楼一样,是防卫性质的 我们现在站在那里就是旧楼的城墙 左边的就是内城 右边的就是外城 这个叫河山楼 我们在上面拍下来,现在在这里拍过去 这个叫河山楼 我们现在站在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城墙 拍到上面 我们正在上面拍下来 这个就是河山楼 游此下城 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这个是宋德公 里面是上歌品茶 这个就是麒麟圆 陈敬廷的祖父 这就是麒麟圆 陈敬廷的祖父 住在这里 哦,又上了 另外一条长廊 这个麒麟圆后面 后面那个就是河山楼 要看到那些公司 刀一层片 多小便 哇,就是床冰洞 这些是床冰洞 这些是床冰洞 薯德園 接著我們在這裏下去 這是河山樓 我們現在在這裏上河山樓 我們現在去河山樓的地下室 這裏有石磨,有水井,即是長期作戰 我們現在開始登河山樓 第二層是兵器室 終於上到頂層了 請問樓下正在製作食物 這是這裏 那裏是藏冰棟 雞子室 主要是藏冰棟 的藏冰棟 卻是藏冰棟 的藏冰棟 這裏就是藏冰棟 這是藏冰棟 另一邊 這個就是藏冰棟 很高 这是中华字典博物馆 这是内城的城墙 然后外面是外城 我们现在在河山楼拍摄 河山楼就是两个城市 其中最高的地方 那边是入口的 大牌坊、小牌坊 参观完毕,走了 好,差不多到了 出到大门口 好,又再出去 这里是陈氏宗池 用山公府 用山公府 家政连贯 这边是陈氏宗池 继续走 宜纳人归 好,进去渔氏府 渔氏府 渔氏府 有其中一间房 渔氏府 来宁一间房 渔氏府 来宁一间房 有些房间房 后面是城墙 又要上了 我们现在来西德院 第一次看見有三層樓的樓房 右手邊的城牆,我如果從門口出去,就出了內城 從這個門口出來,就是外城 我們從這個門口出來,就變成外城 這是外城 繼續往那邊走 繼續往那邊走 繼續走 這裡有些山水 繼續在回廊那邊走 在這裡免費品茶 這就是科具公告 在這裡 陳廷經和陳師兄弟姐妹都在這裡讀書 這裡是另一個寺堂 這就更清楚了 我們從這裡出來 又出回花園 那個叫做寺園 現在又在花園 有些學生在這裡讀書 有些學生在這裡讀書 這裡是另外一個寺堂 上面是5樓 好 我們現在進去城 一進城 那裡原來就是小排坊 那裡 這就是小排坊 豆竹居 前面就是大排坊 跟著就是向這方向走 豆竹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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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是陳師宗馳 好了 向大門口方向出去了 好了 來到大門口了 好了 出了門口 就不會再回來 今天行程到此為止了 今天行程到此為止了